那今天大学学测进入第二天 气象局表示今天天气稳定 西半部都是晴到多云 只有东部会有零星降雨 所以相当适合考试 不过呢礼拜三开始 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 温度又会下降 北部最低温会下探到10度 太阳公公露脸 天气暖哄哄 大学学测迈入第二天 天气大致稳定 仅有一早受辐射冷却影响 新竹出现12.6度低温 白天开始温度回升 气象局也提醒东半部 容易会有零星降雨 考生出门记得攜带雨具 花冬因为云量比较偏多一些 偶尔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 所以高温大概是在20度上下 整体来讲 今天的气温是还蛮舒适的 所以考生应该感觉上 也会比较舒适一些 2号白天高温 北部22度 中南部23到25度 东半部地区23度 但好天气只维持到3号 4号开始又有一波 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温度就会下降 礼拜三之后呢 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所以到时候 北台湾的气温呢 大概从中午之后呢 就会感觉有稍微的在下降了 礼拜三之后 因为水气还是比较多了 所以在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 4号受冷气团影响 温度开始下降 6号清晨 冷气团威力最强 北部低温下探10度 提醒民众 未来几天天气变化大 外出注意添加衣物 UDN TV杨子健 陈建良 台北报道 4号 1号 4号 8号 8号 1号 2号